见地为聚生世喜之 当你在修这个七脉明典的时候 你会生起世喜 我们平时讲的喜 圣喜 最圣喜 最后是聚生喜 他这边所写的不一定跟我们讲的一样 但是一样也是世喜 什么叫做世喜呢 也就是乐 这个乐少一点就叫做喜 乐多一点就叫做圣喜 非常的快乐 就是超喜 超越的喜 寄生喜 是全身多快乐 全身多 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舞 全身都快乐 那是聚生喜 这个我念一下 观 是赤地之世喜 观 待处之世喜 观 待手段之世喜 观 待体性之世喜 这个就是世喜 这个就是世喜 观待次第世喜 以教室练习道士 一并与世 已经讲过了 观待处世喜 就是观待外处 观待内处 观待外处是怎么样子 以深部 昏部昏处生乐为喜 以即大部分处生喜 身偏一切处而生乐为离喜 离喜就是超喜 以一切现象 诸时有偏生乐为继生喜 全身就是继生喜 这个世喜的体验 上回有跟高敏路师兄谈了一下 高敏路师兄是讲 他那个明点 要露出的明点 在密人的地方 便没有出去 只是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他就可以快乐 二十四个小时 要出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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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快乐 这个二十四个小时 一个像乒乓球一样大 他讲说 他看见像乒乓球一样大 在密轮这边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按我所知道的 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子 菩提心业意 下降到喉轮 这个产生是喜 由喉轮到心轮 产生世喜 不是世喜 是圣喜 圣喜 由心轮到忌轮 这个产生 这个最圣喜 非常的快乐 由这个忌轮 又到达密轮 产生寄生喜 寄生喜就是 全身都很快乐 我知道的是这样子 所以那天我跟他问他 是不是你那个球 从顶上一直下 下到底下 你就得到聚生喜 就全身非常快乐 他讲不是 他是他的 这个在密轮这边 只要上下的洞 要出去 又收回来 出去又收回来 出去又收回来 就已经快乐 二十四小时 你修行密教的 一定会得到乐寿 快乐 很快乐的寿 那么女生的 本身的快乐 也就是说 我们讲的就是 等于是高潮 男生所讲的 一样也是高潮 男生的高潮呢 是无露出的高潮 你的行者 是有露出的高潮 有露出的高潮 但是那个是不要紧的 男生有露出的高潮 如果是有露出的高潮 他的快乐是很短暂的 所以我们修密教的 因为你得到无露法以后 你会得到很大 而且非常严满的高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airport 请来